好,各位同學好 那首先跟各位同學稍微做一下 我們這一個會計 在我們資管系的會計的課程 主要教什麼東西 那我們上課的內容主要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要讓同學了解一下 什麼是會計 那 第二個 讓同學們了解一下會計的報表 財務會計到最後會產生一些財務的報表 那我們會介紹這幾種財務報表 它能夠用途 以及我們將來更要去學 怎麼去編出這幾個會計的財務報表 那首先呢 我們會先跟各位同學 介紹一下整個會計的一些基本的原則 以及會計對公司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哪些人會對這個會計的 這個編出的報表 可能會有興趣的 這是我們主要上課的內容 那再來就是說 在我們資管系呢 我們會計的課程 主要是跟我們後續的 ERP的系統裡面 有一個財快的模組 會有相關系列 那將來學生在 後續的會計的 ERP的會計模組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會把整個會計的整個過程 然後透過ERP的系統 透過其他的模組 把他的資料匯入到會計裡面 那所以我們會計主要是讓同學們了解 這個學期主要是讓同學們了解 怎麼去寄一個會計的帳 那將來我們的系統有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去用電腦化來去作業 所以同學們在這個學期 主要是了解整個會計的整個過程 從記帳到過帳到最後編表到最後 以及調整這些相關的一個作業 同時最後去編織一些財務報表 那主要我們的課程是這個 那我們上課的內容 我們用到的書是 東華書局的會計學概要 是由杜榮瑞、薛富錦、蔡彥卿、林修薇 這四位老師編的一個會計的一個書籍 好那這本書是目前國內 大概使用最多的一本書 那是針對初學者的一個課程 那希望各位同學在這個學期 能夠學習得非常的愉快 好謝謝